哈喽各位同学今天的这支影片呢是要来重新解说一下关于镜头在旋转或是镜头在移动的时候 画面里的东西到底是近的东西动的快还是远的东西动的快这一点 所以今天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3D模型 然后来更清楚的讲解一下就是我们镜头在不同移动方式的情况下 画面里的这些东西到底会怎么去做速度的变化 然后我今天总的会讲三个不同的范例 第一个呢就是这种平行移动的 然后背景这边我也把它做两条平行的示意 那这两个长方形它是一模一样复制过去的 这个移动呢就会是从这边一二三这样子动过来 就是有点像我们人物在往前走路或是车子在移动 然后镜头会跟着人一直移动平行的这样子移动的方式 然后第二个范例要来讲的就是镜头拍着我们的主角 然后从侧面旋转到背面 然后看到的这个背景 那第三个范例呢就是一样是旋转 但是我们镜头把它放到更远的 就是有点像空拍机的这种角度 从天上比较远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小小的这个人物主角在这边 那这个也是一个镜头旋转的视角 那我们就从最基本的开始 就是这种平行的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 就是近的东西动的快远的东西动的慢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们这个线条 黄色跟紫色相交的地方 现在呢远的这个现在在右边 近的现在在左边 那我们往前移动 人物跟镜头一起往前移动的时候 远的跑到中间来 然后近的现在在比较右边 那优此可知比较远的东西 它会比较慢跑到画面外 然后比较近的东西呢 它会比较快的移动到画面外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在我们镜头是平行这样移动的时候 我们就去记近的东西动的快 远的东西动的慢 但是呢当我们今天画面是旋转的这种角度 就是镜头是旋转 然后画面里面有一个中心点 不会动的中心点 这个人物的位置呢 它是不会动的 它是整个画面的中心点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在第一个视角 就是侧面这里看出去的时候 镜的这个线条 现在在这里 远的黄色这个线条 现在在比较左边 镜的在这个右边 然后移动到下一个视角 会发现远的已经出取块 到画面外了 镜的还在画面里面 这样是不是就变成 镜的东西动的慢 远的东西动的快 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翻例 这个也是镜头会旋转 然后是从比较天空的视角 来看我们的主角 那这边这两个远镜就反过来了 变成外围 这个现在是比较近的 比较靠近镜头的 人物跟这一圈东西 现在变成比较远 比较远离镜头的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 红色的这条线 现在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旋转到下一个画面的时候 可以发现红色这个 镜的已经快要出去了 远的呢还在画面里面 那这样是不是就又变成 镜的东西动的快 远的东西动的慢 所以呢当我们今天 镜头是会旋转的 然后画面里面有一个 中心点不会动的 就是我们这个人物 只要是这种情况下呢 就不要去记东西跟镜头的远近 我们要去记东西跟 中心点的远近 离中心点越近的东西 动得越慢 离中心点越远的东西 动得越快 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北极星 北极星不会动嘛 那应该都有看过那种 星空轨道的图 就是中间的那颗 北极星是不会动的 然后外围的那一圈 星空就是它会有一个 这样旋转的轨迹 然后越外围的 它的轨迹会越长 越内圈越靠近中心的 轨迹会越短 就表示越外围的东西 它的移动路径越长 也就是在同时间内 它会动得越远 那这边呢 就是镜头在两种 不同情况的移动方式下 画面里面东西 移动速度的不同的关系 只要去记这两种 一种是有中心点的 一种是没有中心点的 这样就可以了